雄壯 威武 达述正部 这不是国防部较招现场 而是台北旅展的展前记者会 好不容易挨过本土疫情 业者纷纷蒙足全力要冲一波业绩 防疫手这么紧 就是为了我们在疫情趋缓的时候 赶快来拼观光 不过推出了各项组合当中 却被眼前消费者发现 部分餐旅价格似乎悄悄往上涨 像是洗来灯的十二厨下午餐 一口气调高五百块钱 韩社艾美的探索厨房 下午茶也从九百九十块涨到一千两百九十元 金华博力厅平日下午茶也贵了一百块钱 业者表示这一波价格调整 主要是因为原物料不断飙升 那个主要是餐厅的餐价涨了之后 那其实我们餐券的部分的话 价格也有一些调升 其实根据主机触筒 基于CPI涨幅高达百分之三点三一 包括猪肉酱油沙拉油 涨幅通通超过百分之五 加上基本工资调整 难怪大饭店也不得不涨价 维持营运 去年是一张两千九 今年的话是一张二九九九 比较差一百呢 差九十九块钱 虽然要偷出的钱变多了 博业者强调服务菜色统统升级 希望在疫情趋缓后的旅展 冲一波年底业绩 八大新闻和平网民写 采访报道 民生发方式近在一小时 赶快订阅我们八大民生新闻的 YouTube频道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